警消進入火場屋內男子沒逃生竟然還拿著一把刀 消防員上前要制止但竟然被對方揮刀劈中頭部 幸好戴著頭盔沒有受傷 警消合力把人壓制手腳上銬送上救護車強制就醫 這起攻擊警消的案件就發生在新北市板橋 11號深夜11點多 這名男子在自家燒東西差點引發火災 因為晚上的時候他就會一直敲牆壁 可是也不知道在敲什麼 然後會在樓下亂吼亂叫 目前照這樣子就不會傷人 不會傷人就是怎樣 就大火大叫草的左右鄰居不得安寧這樣而已 難怪的難免的 這樣的情況已經不是第一次 原來這名50多歲住戶零有手冊 平時一個人住在這棟公寓 偶爾會在家燒垃圾和塑膠袋 多次被一公共危險罪送辦 借護就醫 只是這回差一點就釀泉火警再度強制送醫 民眾就擔心他回家之後會再有類似行為 透過後續的訪飾也會聯繫病人的親屬 一起來協助穩定個案在這個社區裡面的生活狀況 衛生局回應針對類似的個案會結合當地警消加強訪飾 但也不能24小時全天盯著鄰居不用提心吊膽的日子 哪天到來 TVBS全員蔡明信郭穎 新美式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 開啟通知小鈴鐺 ön